记得以前的老园丁曾经告诉我 如果你想种好番茄 不想番茄染上虫害 你不妨在番茄的旁边 提前种上几颗豆角 尝试过后 效果真是不错 番茄从来没有遭受过虫害 以后索性我就把番茄和豆角 套种在一起 每年都是如此 原来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番茄是属于枝繁叶茂的植物 一旦遭受虫害 喷洒药液就非常困难 用量大不说 还不能完全地覆盖 而提前种植的豆角 要比番茄长得快 并且具有高度优势 而害虫迁移或者是产卵 都有一个趋高性 喜欢停留在相对高一点的植物上 正是利用了昆虫这一特性 我们用豆角来吸引害虫 然后集中在豆角上杀虫 就相对轻松了许多 更重要的是保证了番茄不再生虫 不知道这招有没有失灵的时候 但我的番茄的确从来没有虫害 豆角倒是经常被虫子侵扰 相对于番茄 豆角上的虫子更容易被急早地发现 喷洒自制的杀虫药剂后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你更喜欢种植番茄 不妨在旁边种上几颗豆角 只要注意不要让豆角 遮住番茄太多的光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